波兰连续迈出了危险步伐 彻底激怒俄罗斯 更为战争埋下了伏笔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来到本期中文talk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波兰对俄罗斯做出了三大危险动作 会给波兰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自俄乌冲突爆发后 很多欧洲国家不单没有去平息俄乌双方的怒火 反而又是极力制裁俄罗斯 又是疯狂的向乌克兰输送武器装备 让冲突不断升级 直到如今不死不休的地步 其中波兰表现的是最为活跃 居然还借机向德国索要巨额战争赔款 以及图谋让乌克兰挥还曾经的领土 这让人不禁怀疑 波兰是不是想成为这场欧洲乱局的主角呢 据外媒报道 最近欧盟成员国又同意为乌克兰培训士兵 而且就把总部设在了波兰 很明显波兰能够担当此任 应当是欧盟向波兰做出了一定的许诺和好处 当然也不排除波兰有主动搅乱局势 好继续从中得力的想法 总之呢 但在俄罗斯看来波兰跟实际参加了俄乌冲突 已经没有太大区别了 再加上此前波兰向乌克兰输送过武器装备 这是旧仇 俄罗斯与波兰之间的矛盾 必然会继续升级 有人或许会说波兰是欧盟的一员 或许是被欧盟当成了替罪羊 来抵抗俄罗斯的怒火 毕竟是整个欧盟同意为乌克兰培训士兵的 不能光把责任推到波兰的身上 但是波兰却继续升级其左死之路 近期呢 波兰外交部竟然要求俄罗斯驻波兰大使 谴责乌克兰四个地区的攻投入俄 要求别的国家官员谴责自己的国家 这是在外交工作中几乎从未出现过的情况 对俄罗斯来说 这不单是一种侮辱行为 更是最严重的挑衅 立刻就遭到了俄罗斯的怒斥 在如此敏感的局势下 波兰似乎在一步步的把自己推入到战争当中 更有甚者 波兰还公开透露 正在与美国商谈核武器共享计划 当然如今这场俄欧冲突 让欧洲多国缺乏安全感 我们都能理解 但是波兰想获得核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想法 只会让猜疑和矛盾继续升级 要知道啊 俄欧冲突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乌克兰要求美国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导弹 而任何国家都不会愿意敌方把核武器架在自己的家门口 更不要说军事力量强大的俄罗斯了 所以才爆发了俄欧冲突 但是波兰如今的做法就是在重蹈俄欧冲突的覆辙 此前俄罗斯就曾多次怒斥和警告过波兰 但波兰现在不但熟视误督 还开始变本加烈 甚至连自己的盟友都要去辽博 难怪历史上波兰屡次遭到欧洲各国的围攻 看来左死小能手的称号真不是浪得虚名啊 如今俄欧冲突正在最激烈时刻 俄军攻势受挫 还被乌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肯定暂时无暇顾及波兰这些危险动作 但是有消息说俄军已经大举增兵乌克兰了 以俄罗斯人的性格 如果波兰再不知道收敛一些 一旦等俄罗斯在乌克兰腾出手脚 必定会好好收拾波兰一顿 甚至不排除兵戎相见的可能 到时候波兰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新的战场 有消息报道说 与俄罗斯有着密切关系的白俄罗斯 正在检查预备役人员 还同时延长了俄罗斯在白俄罗斯的军事基地的使用期限 要知道白俄罗斯与波兰之间是有着领土接壤的 到时候如果真的发生冲突 波兰要面对的敌人可能就不仅仅只是俄罗斯了 当然这都是根据目前的信息所推测出来的可能性 未来局势到底会如何演变 我们还是得拭目以待 好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